你是女孩 放弃了又怎样 女生本就不应该有任何梦想 大家好啊 我是少年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关于女人 就是落者的故事 萨莎和同伴头都溜进了阿掉金的图书馆中 作为去世的阿掉金的孙女 萨莎熟知这里的一切纪念物 她激动地介绍了自己的祖父 是个伟大的航海员 她的梦想是到达北极 在那插上旗子 她是如此地爱她的祖国 这时 由了拟着托姆斯基王子来参观图书馆 托姆斯基称阿六金是个狂妄自大的人 她甚至觉得用巨资建成的兵船 达瓦一号是浪费钱 航海就是一种笑话 而如今用巨资建成的兵船早已消失 所以沙王寻赏重金要找到她 但是排出去的人里已经找了很久 都没有任何消息 直到一天萨莎找到祖父的航海路线图 惊讶地发现原来祖父不是直线前往北极 而是落路了 所以达瓦一号才找不到 激动的萨莎和托姆斯基共务时 请求他当沙皇重启搜寻计划 然后托姆斯基就敷衍说 得三个月后再向沙皇提议 无奈的萨莎把图字给托姆斯基看 托姆斯基完全不相信 还接近说萨莎无奴他 生气地离开了 于是萨莎的父亲因此无法转回罗马大使 图书馆也不在意阿六金命名 萨莎的父亲对萨莎愤怒不已 他愤怒地对萨莎说 他的探险完全就是灾难 而你去了我们家蒙秀 在大家庭中 似乎权势和地位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进行可以完全忽略吧 萨莎伤心地躲在房间里 看着祖父的图字还有植被针 他目光坚定地看着北方 萨莎先是偷爬上火车 但到了以前送被阿六金的码头 一到码头上 萨莎就被自称是挪威号的船长 拉尔森骗走了贵重的耳环 当他伤心地跑到码头哭泣时 酒馆的老板奥尔加 拿着他拉在酒馆的地图找他 说可以给他提供吃住 但是得帮他干活 于是没有干过活的萨莎 在这家酒馆努力地工作了起来 阿尔加很满意萨莎的冷干 于是阿尔加说 你可以做挪威号出发 这是他尔芬欠你的 他哥哥伦德是个伪盗的水手 他伦德也找到大瓦一号 最后萨莎在酒馆里工作了很久 终于等到了挪威号回来 勇敢的萨莎鉴定他的想法 和伦德说了阿六金的航海路线 他有充分的理由说明阿六金 为何没有直线航行 伦德相信了萨莎 他决定明天出发 本来不同意带萨莎上船 但是得知了他弟弟达阿森 骗了萨莎的耳环 只要无奈同意 他上船了 在船上 池凯是唯一主动跟萨莎聊天的人 他俩爬到船房的高处 感受海风 萨莎帮池凯一起消脱兜的时候 还让让两人差点抱到了一块 紧张的萨莎赶紧离开了 不过 一晚突然下起的暴风雨 有个水罩被撞伤了 萨莎寄方用自己学会的航海节省方法 帮助大家把绳子绑好 渡过了难关 船员们对他刮目相看 他也不再是被人看作无用的公主 并把他安排到了和水手们住在一个宿舍里 很快罗威号就到达了冰原地带 萨莎很兴奋 他感觉离祖父更近了 没过多久 他们看见的远处有一艘救生船 于是伦德、马罗尼 还有萨莎 要乘小船去看看 临走时 伦德告诉萨莎森 这里很危险 如果我们一个小时没有回来 你们就走吧 伦德他们离开了两个多小时才回来 这趟终于看到他们的萨莎森松了口气 可在伦德的视角里 却看到了船边的冰山要塌了 于是他疯狂地大喊 快离开 等萨莎森他们反应过来时 冰山已经倒了下来 船被冰山压倒了 所幸无人遇难 伦德则被萨莎森不停命令 但是萨莎森说 我不能让你死啊 现在计较这些也于事无不 一会儿能把冰山砸了后 船又幸运地立了起来 两个伦德独自上船要起翻时 有一处冰山倒在了船的一头 伦德被撞到高高的山上 他的脚被船上的绳子扯住 要掉下船体时 被达尔森拿住 两个人都快支撑不住的时候 萨莎即使用斧头 砍断地扯住伦德的绳子救了他 这个在他们眼里养尊处优的小公主 却在一次又一次危机救下了他们 就在他们内心百感交集的时候 挪威后碎了 伦德的腿也受了很重的伤 并且他们的药都不见了 这时萨莎说 只要找到达瓦一号 船上一定会有要的 于是 达拉尔森讨论起阿雕金可能走的路线 他们也许可以往北走路的路 找到达瓦一号 但价石已经短缺 撑不到一周 所有人都被困在冰山里惶恐不安 达拉尔森和萨莎说 要继续寻找达瓦一号时 船员中有个人愤怒不已的觉得 都是萨莎的错 这时痛苦的伦德 突然站起来给了这个船员一拳 伦德监定了说 我相信弟弟是对的 达瓦一号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于是所有人都继续前进 寻找达瓦一号 一路上 萨莎和拉尔森带领着大家 能受的极大的严寒和饥饿 艰难地前进着 伦德的伤口也在前进中 又裂开了 这时 他需要休息 然后伦德却不允许拉尔森他们停下 因为计划已经推迟了三天 再不走 希望就更加渺茫了 而萨莎也认为不能丢下伦德 因为只有伦德有能力启动达瓦一号 伦德为了不让自己成为累赘 劫持拉尔森也可以做到 甚至拿几枪 命运拉尔森继续出发 不要管他 但最后拉尔森还是带上了伦德继续前进 所有人都疲惫不堪 又很饥饿 有的人已经为了食物 打打出手 等他们终于爬到了三天 却没有看到达瓦一号 又有床员大喊 快要被萨莎害死了 连持开也认为是萨莎的错 萨莎伤心地往暴风雪中跑去 他竟然地前进 艰难地对抗着暴风雪 最后 他被埋在了雪中 在梦里 萨莎看见了祖父的雕像 还有一本祖父的航海日记 恩拉尔森把萨莎挖出来后 急忙做了人工呼吸 萨莎醒来时 有一只大白熊出现 这只船员们赶刀用枪打死了大白熊 大家终于饱餐了一顿 萨莎有从航海日记里 直到达瓦一号的位置 他们再次出发 果然那个消息是真实的 他们终于找到了达瓦一号 原来当初阿廖金成功地 插上了她的小旗子 但是已经筋疲力尽 所以无法回到达瓦一号 她的日记中写道 我的旅途已经划上了终点 这太美了 我的小萨莎 我希望你也能看到 片名慢慢被寻入 故事除了在讲述一段浪漫的情景外之后 萨莎的心理波动和遭遇 也是很关键的存在 她的理想 她的坚持 在爸爸和王子眼里什么都不是 王子还算好电 她是打心底的瞧不起航海 虽然萨莎依旧被王子羞辱了一番 不过女生可以哭 可以软弱 但面对来自最新的父亲 乱发脾气 母亲那么不作为 还有什么比这更加悲伤的事情 不过 女生可以哭 可以软弱 接着 就是陌生的环境 谎言和街头的冰冷 难道不够糟糕吗 哪怕自己最重要的耳环被人骗走 可是女生可以哭 可以软弱 这都没什么 而故事到这里 也是萨莎第一次哭泣 接着 就是身为女人 而被当成落者的无奈 虽然在酒店得到吃住作为回馈 但是在船上 她还是一直在干活 本来就是她的僧即便在先 但是社会哪有公平可言 但女人可以哭 可以软弱 之后故事就叫了 即便你是女人 但是在意外来临 几乎不会有人在你身后 默默支持你 你会被人质疑 被人怀疑 但你是女人 可以软弱 可以哭泣 接着 就是故事的高潮 也就是在船上得到他人的心愣后 打破之前的所有改练 谁说女人就是落者 谁说女人就不能拥有梦想 如果有人敢这么说 你就上去 给她一大耳光 故事的结尾没有表达萨莎 而是一个没得不能再美的微笑 我所讲的一切 也没有在讽刺女人什么 而是想说女人确实可以软弱 可以哭泣 因为人生真的很难很难 有些女人是幸运的 但有很多女人是不幸的 女人也可以选择坚强 坚持 成长 独立 愿世界上所有女人 都能在遥远的北极 插上一面小气 加油 我是少年 一位男人也看见 人生百态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你们每一个评论 少年都会关注 在时间的允许下 尽可能的回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建议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